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闽南兄在警戒多久了 目前服务21年 你们通常差不多可以服务到30 30 35年 30到35 所以换成说21年大概算是中间了 因为后面还有十来年 您是哪里长大小孩 我是屏东乡下的孩子 屏东乡下的孩子 那当警察是你年很小的时候的志愿吗 也有多少有经 哥哥有影响 哥哥也是 哥哥也是在警戒服务 还在服役吗 还在服役 所以你们家就两兄弟了 还有个姐姐 姐姐也是 不是姐姐不是 但姐夫不是吧 姐夫不是 好 在警戒服务这么多年 每天的时间花得很长吗 时间一般都是在8个小时到12个小时 8到12小时 那你从事所谓的失踪人口的这个领域多久了 17年 今年迈入第17年 好 那我刚介绍你的时候 当然前面没有问题 新北市警察局 板桥分局 这就是单位嘛 在所在的地方 但我说防治组的组员 防治组是什么意思 防治组 它前一生是在算是属于户口组 户口 户口 家务房长 然后关股查好 靠就是我们的业务 那防治组目前有三个 一个三个区块 一个是家房官 就是家 那个有什么儿女儿 新亲爱 或是什么新亲爱 都自属我们的业务 家房官 再来是外事 属于涉外案件 就外国人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会帮忙 那再来是我们户口 目前就预防防治组 三个区块 好 那你的工作 我们当初请网民那些人来 就是因为我们在媒体上 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 您从事工作是 一直在帮助协讯 很多的市中人口 其实在第七年 我在重景 在第七年才 接触到个市中人口 那刚刚毕业的时候 在金门服务 金门服务两年 当县堂学服 那因为我们是属于保一的资源的 资源性质的大队 然后两年之后 就回到台湾的航警局 就是你出国 我们帮你盖章 证照查验 那任务结束两年之后 再回到台北市 资源 就是属于保大 帮忙他们一些情务的运作 巡逻啊等等 那第七年 因为要抢 可能各县市都缺人嘛 那保一种队友抢自己一拨 那就拨到新北市的板桥分局 那刚刚这个区块是 有成 因为各派所都有成卖一个业务 那我的业务 刚刚我就被分配到 市中人口业务 所以才从去这个区块到现在 那现在也十几年了 因为我刚刚仔细听的话 你说21年嘛 那你看前面的两年两年 你安家算起来的话 对不对 安家加起来都要21 所以是换句话说 现在在防治组这个工作 一坐下来就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好 所以我当我们讲市中人口的时候 通常都是 你的负责的范围里面 是活着的人 也包括在这里头 还是说像这些 所谓的市中的无名的尸体 无名的大体 这些都算 这些算 活体也不算 只要是市中 都是我们的业务 都是你们的业务 那市中人口有 我们一般 我自己把它分为两个区块 一个属于自愿心理家 一个属于非自愿心理家 自愿心理家 跟非自愿 自愿心理家的部分 就是调教小朋友 或是夫妻失了吵架的 家属去报案的 再来是躲债的家属去报案 邪寻的 这属于我们叫自愿心理家 自己愿意躲起来的 然后非自愿心理家 就是一般的市制导人 精神异常 自愿者 那气阴 然后入导病人 还有一个无名尸体 就是他自己不愿意走私了 把他归到非自愿心理家 都在你们的业务范围 都在我们的非业务范围 那这个其实处理的 处理的算蛮旁杂的 很广啊 是一个很广的业务 对 这样我就想起来 我小的时候 被我爸爸揍的时候 我就跑出去 然后我就赌气 说我就不回家了 我看你怎么办 通常都是撑到 早上一直撑到 大概半夜就没办法了 因为实在是又累 好 但我这样笑是 好像童年往事 觉得很好笑 可是各位再想一想 如果说离开家 然后就几天之后 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讯息 你的家人的焦虑 你可以想见 那通常在自愿性的 离家这一块 那如果再牵扯到一些 比如说黑社会 诱骗 拐骗 或者是绑架 那个就不是你们的 会业务范围了 所以你要真碰到 那个刑事案件 就是刑事会去 接办 会接受 所以换来说 你们的所谓的 失踪人口这个范围 基本上都是 不会牵扯到其他的 像刑案这些刑事的部分 也是有 也还是有 也是有 因为有些过程会磨点 前面一段模糊 你不知道他到底 也会不会牵扯到 但是如果一旦牵扯到 就转出去了 转出去给 签给那个 政塔队的学长 正办 好 那台湾的每年的 市中人口 我们顺便请教你 大概一年 全国这样算一下 大概有没有一个 大概的总数 那历年来的 市中口还有 一万四千多件 历年来 历年来 累积到现在 一直还没有办法 找到的是 比率不小 一万多 算多 算多 是 那算多 那这种一万多 始终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找到 就你推测 原因是什么呢 它的区块 我们把它分 就是可能自愿性离家的 有的是家属包含 然后出国 也有 又还有外配 也有可能 出去了 对 因为市中口 真的太广了 像比如外配 把小朋友带走的也有 那家属都会去包含 这个区块 是我们 在操后性的部分 也好 包含之98 也可以操后率 但是历年来的 积案的可能 年代9元 我们没有办法去消耗 现在查户率 大概是98% 相当高 换来说100个案子 有98个是到处 都可以明确的查到 那这剩下的2%左右 就会历年累积累积 就累积成现在的 所谓的一万多 好 待会我们要聊的 就是您 对所谓的无名师的 台湾现在无名师的案子 大概还累积到多少 目前累积的 要2662剧 也就是说有2600多剧的大体 大体 其实他们就一直 孤零零的在那 对 他们亲人找不到他 他们也没办法 回到他们的家 对 毕竟因为他 就是躺在那边 不会讲话 好 我们待会来就请 王敏南先生 因为他的工作呢 就是在这一方面 努力的替他们 找到他们回家的路 我们常说 有很多的工作 如果在工作本身的责任 大概都很清楚 你作为一个公务员 你就善尽职责 好好的上班 你作为一个警察 你就善尽职责 对不对 维护治安 可是也有很多时候 我们常说一个工作 带给你的 不只是一个工作 他也是会带来一种使命感 带来一种责任伦理 那那个责任伦理就是 他会超越了一般上班的 那种自我的认知 而变得有一种 超越那个角色本身的 一种有一点点接近 很崇高的意义吧 比方说 你可能当个公务人员 你八九小时上班班 你就觉得没事了 可是如果是一种 另外一种使命感 很可能就是你下班之后 你发现这事情 你有必要去插手 你有必要去帮忙 你可能下班 还在处理这个事 这就是我们说的 工作有一种责任和伦理 那我们今天访问的 王敏生警员呢 某种程度上 他就在实践这个角色 因为他常常为一些 失踪的人口 特别是无名师 找到他们回家的路 通常像你刚刚讲的 如果说到现在为止 还有两千多句的 这种无名师 那我第一个好奇是 两千多句的大体 怎么保存 一般在各县市的 那个无名师体 知识条例 不太不太一样 像我们新北 他目前就是 如果发生一件的无名师 那第一个 就是可能就是 由地检署来变法医 有检婆啊 这些 然后采集DNA起来之后 然后就会公告 25天之后 就会火化 就会变成一个 那比较早 骨灰坛了 是骨灰坛 那早期的无名师体 他就是掩埋 采集DNA 因为他 可能那时候还有地吧 那现在可能 地的部分 他就直接掩埋 那也曾经有一个案子 也是去把它挖起来 挖起来采DNA也有 因为那时候 民国86年的案子 当时的DNA技术 可能还没那么好 还没得成熟 对啊 像现在就像你讲的 大概都是 25天公告也会火化 但是在那火化之前 做了各种的采集证据的资料 那通常这个公告 25天是说是要给人家来 指认 是指认的嘛 过去我们也看一些媒体 的确有人是这样子 被指认到的 那这些公告 是公告在什么地方呢 好像在那个地检署法院的 公告欄也有 所以换掉说 我相信 报失踪人口的家属 他们一定会急切 在各地上找各种资讯 那通常 假如25天以后 就始终都没有人来 那你们就这样处理了 那这个资料就会留在 资料库里面 资料库里 变成我们身份不明 它是一个无名师的部分 你就归在这个身份不明的区块 好 那你的工作 在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 就是你协助了一些 像这样子类似的案例 最后找到他们的家 那通常这是怎么去找 因为晓得 台湾虽然不大 人也还算不多 不像那个中国大陆 或日本那样 都上亿人口 可是2300万人 也是很惊人的 这个像大海捞针一样 你要怎么去找呢 会在我们系统上的 身份不明的无名师体 去看它的 当时的发生的时间 还有它的特征 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个 是身份不明的系统 就是还没有找到的 那还有一个是 失踪人口系统 它是有家属报案的 家属报案的 失踪人口系统 那边也有资料 是两个系统 咱们就两边来比对 两边就做交叉 那其实要跟家属 比较困难度的时候 有时候跟家属 还没开头 他就先崩溃的 因为是属于无名师 那家属就比较 要跟他沟通 说他有什么特征 或是身前 那个走私之前 有没有穿什么衣服 或是身上有什么疤 有痣 刺青等等这些关资料 都要跟家属聊 那再来呢 就是跟家属聊一聊 他说 他什么 有什么 什么样的疾病 比如说 他有什么躁愈症 或是 躁愈症有什么忧郁症 也有可能走向这个区块 变得无名师 所以要跟家属 做一个沟通 然后再说服他 来采一个DNA 这样子 做DNA的比对 是不是比对 那在你过去 处理的案例里头 有什么样的案例 是非常的取责 但最后还是 波云建屋 让你找到的 有一个案子 是在南投 南民国 74年失踪 家属报失踪 很久了 但是他是一个 精神异常的个案 那不知道怎么 从南投 会跑到新北来 也蛮奇怪的 就一直被安置在 淡水的长期医院 那时候当初 我们在比对一笔资料 相关资料96年 因为他在淡水长期医院 可能他机构 可能有每年都办完会 然后这个个案 是跑到高处 然后不胜摔下 变成脑死 然后这个96年的案子 才浮现出来 但是他所寄生的机构 并不知道他的证明 一直在照顾他 一直在照顾他 那我们去比对的时候 就发现 有一笔有类似 可能在南投 因为他 其实这个个案 原来的资料 是在民国 74年就安置在那边 但是他没有通报 那96年 他是无名师 才有报相验 所以这个资料 才浮现出来 那其实我们跟机构 74年到96年 隔了20多年 都没有通报 那我跟家属有跟他 有当初去比对 市中口 有这笔资料 蛮符合的 那因为年代 结果的案子 他电脑系统也不太 相关资料 有比如说包人资料 都没有 很难去追 还好我们有 警政系统 有叫关联式的分析平台 关联式的 关联式的分析平台 去调约他的 所有的亲朋好友 他就发现 他姐姐刚好住在 我们板桥 那其实第一个 我去跟他沟通的时候 好不容易才 好不容易才说服他 那采集之后 去送到我们的 法医研究所去比对 哎不对 他说采集的比对出来 结果出入是没有结果的 那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那其实大概隔了两年 因为我案子都会 没有找到的话 我就会留起来 那其实我一直不死心 欺恶不舍 然后再跟家属 就打个拨个电话 再闲聊 他这个个案的状况 他原来 还有一个事情没有跟我讲 他是同父异母的个案 我在恍然大悟说 原来还有 这一段他没有跟我讲 那我就请那个 他姐姐 帮我找出那个弟弟的个案 帮他找出来 那我亲自去他家 再帮他采集一次 等于说要到 弟弟的那边的家庭 去找他那边的亲人 再找DNA来比对 因为虽然是他姐姐 但是是因为同一个父亲 不同的母亲 所以他DNA上还是有落差 因为比对没有出入 没有结果 那我其实这个个案是 就弃而不舍再去追看看 然后原来家属跟我讲 弟弟子海地 第一天之后 再去送到 法庭研究所比对 就发现原来 苹果正常的百分百 因为就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就出入了 原来才这样子知道 那其实经过那么久 案子其实每个家庭 都是一个故事 那我们都会跟他聊说 他们有什么困难 需要后面的协助的 那其实经过我们了解 这个家属 他生活上蛮算困苦 那我就大概问了一下说 那后面的一些程序 会不会跑吗 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的 那其实家属 因为可能上障费用 没有办法去帮忙处理 那我就帮他转介 给我们的一个单位 叫善院爱心协会 他是完全无常的 来协助家属来处理 这些的善障的相关事宜 这个善院爱心协会 我想也很谢谢他们 因为他从陪伴家属的取决 火化镜塔 最后还送给家属的塔位 完全是完全是免费的 那我们也很感谢这个机构 好 当你去找他姐姐 姐姐一句话点醒了你之后 到整个的案子 能够水落石出 中间又花多久 花了两个月 花了两个月 换了就是你在那段时间 因为你还听起来 都不是说光在 你的辖区范围的新北市 你就一直往来奔波 到外地县市区 这真的要有心 还就是尽自己的本分 把事情做 可是问题是 当你做完这件事情 确知了这个无名师 原来就是这个姐姐通报的 同父异母的姐姐通报的 这个失踪个案 而且已经是相隔了24年多 对不对 他真正的时间是32年 32年 是32年 对 我们如果一套一句 我们这个台湾人最喜欢讲的话 这是做一个很大的功德 让一个渴望知道自己的 弟弟去哪里的姐姐 他们家庭 以及这个不会讲话 但是他如果渴望自己 也能够有一个名分 能够安置在一个有名分的 这个墓园里 或者骨灰塔里的 这个失踪大体来讲的话 无名大体来讲的话 你也等于替他完成了一个心愿 所以生要见能使用的件事 就是家属最大的遗愿 所以我们一直在从事 帮帮家属团圆 我们访问的是王敏南警员 他做的工作 其实就一直在做这样子的工作 我们这样一路聊下来 各位会不会觉得 人生有时候 你也必须承认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 在自己一个想象的世界里 或者期待的世界里面 那么样子的顺利的往前走 有太多太多的可能了 那我们听到的故事 也许就是这个无常的社会 无常的 或者是不是那么平衡的 社会里面的一个故事吧 马上回来 好在我们现场的是 警员王敏南先生 我们请他来 是因为他多年来呢 一直在从事一个 失踪人口的协讯 那他处理的特别多的呢 是关于这些 已经下了仗 或者是 你各位不知道 他的名字的无名师 替他们呢 找到了回家的路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刚才我们在听他的 在谈的时候 各位都知道 这里面需要很大的耐心 去比对各种的资料 当然前提是 也需要我们 我们的各方面的系统 要建立起那个资料档案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像类似像美国电影那样的 电视影集CSI那样的 说查业什么资料 说那个电脑上面 电荧幕上 就可以两个资料 在那边 一直跑 那种的理论上 如果资料做的够齐全的话 是可能可以做出来了 关联式的这种拼对 可以串起来 这个其实会造福很多 这是为什么说 你刚刚讲的 两星多巨的无名大体 他们为什么那么难 他如果是年代更久远的话 会更辛苦 因为那所有的资料数据 更不健全 更不齐全 对不对 好我们会注意到这个王敏南先生 就是因为媒体在报道 说他帮了17年的无名师 寻找到了回家的路 那个个案看起来 他就是你刚刚讲的 有不少的这个是属于这种 金帐的朋友 那那个是一个思觉失调症的 一位男子 他是2001年离家出走的 是 对不对 是 那这样算到了2018年 17年 17年多 17年 那那个案子的过程也是很曲折 对 还蛮曲折的 因为那时候 比对有点类似疑似的资料 来跟家属做联系 那其实家属当下的 家属是报案了 家属在17年前有报案 那因为我们失踪过满7年 要去宣告失误 当个家属可以自己去法院宣告死亡 那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刚好他要做完这件事情 因为还要给地监处警察官 那我们跟他联络 他说有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就说 你先不要去宣告 我有比对一比仪式 但是不再确认 是不是您的父亲 那我就这样跟他沟通之后 请他来我们分局来做一个DNA 那其实我们最怕家属放弃 但是我们警方永远没有放弃 如果今天抗告成立的话 这一笔市中口的案件 他就会 就算是比较测案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查 他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比对 你已经说 如果宣告他死亡了 就不能去查了 不是不能去查 是可以查 但是我们在捞资料 未查获的部分 他是没有办法显示出来的 如果查获 那个我们的系统是 我不会去捞到 那就联络的时候 他就来我们分局做DNA 那经过两个到三个礼拜出路 Bingo 确认是他的父亲 那这过程中 他就是先去 地区检察官那边 开个检疫庭 因为我们无名字体的 卷宗是永久保存 那检察官会开个检疫庭 让家属看他爸爸的 申请的一些相关的资料 那其实翻一翻 大家属看到 他们其中有一个上一 有看过父亲 有穿过那件衣服 所以才确定他的那个资料 然后就开立了死亡 在民宿给家属 那其实我后面有帮家属 就要帮他看这个个案 安置在哪里 也埋在哪里 那就不会让家属这样 跑跑修 找不到他的爸爸的墓园 因为我先前 先前有跟那个 新店的民政科的学院 那个陈大哥 先帮我们找那个埋葬地点 其实找到的 我其实不是说找到就好 测量 但是还要跟问看看家属 因为如果要办一些 三丈的相关事宜 蛮庞大的 我就问看家属 有没有什么困难 需要帮忙的啊 那其实他们家境 一样 也不是说很好过 我常常讲的 每一个市中口 都是一个故事 那我们就是来帮忙家属 看怎么去协助 他处理了相关后面的事宜 其实这过程中 像我们在找 就是在默默 在电脑上 去key资料 去扫寻这些的相关资料 还要联络 其实就是蛮枯燥乏味的 没错 那其实往往看到家属 欢喜那个区块 我们往往说 这些辛苦 怎么过程 就是蛮值得的 我想我们 最后听众朋友 可以体会 王敏兰 警员 他的心情 你各位想想 他坐在灯下 整比对这些资料 这资料都是一个 非常 非常 就是一个文字的资料 照片的各种档案 没有什么 会让你振奋的 可是再想一想 你的右边 可能是焦急的 在找寻他们的 失踪的家属 左边可能就是 躺在那里 躺在一个 墓园里头的 无名的大体 无名的尸体 那你最后 能够把他们两个 两边 在你的比对之下 找出来了 让他们相互的认了 这其实是一个 非常感人的事情 对吧 非常感人 你刚才特别提到 比如说因为他们是 只能保存一段时间 然后到一个时间之后 他们就要做火化 火化 掩埋 再掩埋 是 那不可能随便 对不对 所以还有一个集中的地方吗 因为怕将来要管理上 找寻方便 是 有 有 确实有 像前86年的 现在目前的 万里的万寿山 大概那边有掩埋 600多具 跑不掉 跑不掉 那我亲身去体验 去帮 就是企业陪团家属 去挖掘那个大体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一格 就一排 有类似的那些雾名师 那因为这个案子 是在民国86年的 一个路导的病人 在路边导汉 对 然后当时 他身上也没有什么特征 然后只有一个地缘关系 还有他的身高 然后他的体型 那当我们在比对 失踪口的资料 有发现在民国100年 有这一笔失踪口 有通报 那当下 我跟 其实跟家属 在沟通的时候 因为他的发生日期 是86年 对啊 86到100 哇 隔了十几年 那家属在100年 才报案 那我就跟家属 聊这个区块 为什么那么晚报案 那家属说 因为他先生 已经过往了 那因为刚好 叫嫁女儿 所以要 想说这个小书 怎么那么久 都没有出现 那想把小书 找回来 宴客 所以才去报了 这个失踪口 所以他们之前就以为 这个小书 可能就是外面流浪 外面流浪而已 那我就跟 那个 他们的嫂嫂 跟他讲 在民国86年 在民生路 什么路段 有发生这样的 然后他体型 外观 等等 那他嫂嫂说 就是他 没有错 他就是大概这样的状况 那我说 不然 不是说 你说了就算 没关系 那我们就怎么协助你 你先采完 把你的 那个 另外一个小书 跟小姑 先找来 我们先采集 他们两个DNA 然后再去 去找死者 因为民国86年 那个 王者 他就是直接掩埋 埋在那个 温明的墓园 那 当时 当时也不知道 怎么去采 然后就我们去 比对相关资料 说用新闻的方式 请示 新北的地检署 检察官 跟他报告 有这样的案子 那地检的检察官 协助说 去找他 掩埋地点在哪里 那就同意 我们去开棺 那当下 我们就陪同家属 去 把那个 棺木 敲开来 然后取一个 大腿骨 跟锁骨 还有三根鸭齿 去 采取他的DNA 起来 然后再送到 法院就说 比对 比对 果然是 这个17年的 一个案例 可是我在想 你刚刚讲 那个墓园的 那个状况 那墓园不是只有 这一句 对不对 还有这么多的 其他的无名的 大体在那里 现在 每一个都在 每一个都渴望 有人看到他们 家人看到他们 然后带回家 所以做的事情 我想只能用我们 台湾人讲的话 功德无量 这真的是做一个 功德无量的事情 欢迎回到 帕布大国民 我相信今天 我们六点到七点 七点钟 这个故事会让 所有的朋友 在下班的时刻 有很多的感触 人生一场 说实在的 要多么的风光 多么的赚钱 多么的成功 可能看每一个人的 努力跟造化 还有时运 但是人在往生之后 如果说 真的有一种 地下有志的话 当然是希望 自己能够 回到亲人的身边 让自己的亲人 能够每一年 都记得你 我想各位用这个角度去想 对于这些无名的尸体 他们的去处和归途 各位都知道 王明南 这个警员 他所做的这个工作 到底有多重要了 好 我们现在回来 再请教你 那就因为你做这个 做了那么久了 所以我刚才直觉的 一个联想就是 那如果说 我们能够在 DNA的 比如报案的人的 这个寻找人的 这些家属 这方面 如果能够 多提供一些资料的话 你们在比对上来讲 就快很多了 是 那个资料里面 包括哪些呢 最好 其实年代久远的案子 我们可以建议民众 所要生药件 死药件 是目前家属最大的心愿 那如果家属年代久远的案子 我们可以到林庆人分局 或是在我们的法医院医院所 去采集 那个DNA 那可以替我们私中口家属 开启另外一些寻症 那家属可以采集之后 其实这过程中 这完全是免费的 就是三根迷茫棒的部分而已 也就是说 就家属去报案的时候 家属去通报说 失踪的 他如果报案是在前面的 那一直都没有找到家属的话 我们可以建议家属 可以去林庆分局 采这个DNA 因为这样的话 有助于你们在做比对的时候 能够更快 那还可以利用我们在 比如说预防走私 长辈的部分 我们可以善用 我们免费资源 爱的手链 以及我们目前的指纹建栏 那透过民间与警力 警方的合力 可以有效减少走私的风险 那另外也鼓励 身份证的更新 那有助于我们人脸辨识 因为可能你是你 在办理身份证的时候 可能比较年轻 那经过了五年十年 他不小心年纪 长那个改变的时候 他的脸就会改变 那现在我们有那个 连连辨识系统蛮强大的 因为你比对出来 你可能是你五年前的照片 所以的比对方式也有落差 那还有可以建议说 如果家中长者 他有四肢的状况 我们可以在秀口啊 或是帮他修一个电话 或是名字 可以领子 领口 领口把它翻起来 让外面的民众看不到 他是什么状况的部分 那一般我们警方如果带回去 那个民众办案 我们警方有 会帮他带回家 那个排除所 我们大概会翻译一下 他到底身上 有没有什么样的相关的 可以协助这些长者来帮他 找到回家 路的部分 那目前我们还是 多鼓励的 多鼓励说 如果家中长者 有这样的状况 可以申请这些的 相关的配套措施 那可以预防走失 这样子 做了这么多的 这种协询 失踪人口 甚至包括 无名大体的这些工作 您自己内心呢 你觉得对 看到这么多案子以后 对你的人生的 自我的一种判断也好 或对生命的这种意义也好 你的启发 你的感触应该很多吧 其实失踪人口这个区块 都会看到一个 生离死别的 相关的一些案子 那其实身在公务部门 只能 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来帮助这些家属 来帮他找到 回家的路 那对于人生 我是自己觉得 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 尽自己的力量去 把他完成这个 目前在这个岗位上的工作 这样子 好 在我们的现场呢 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板桥分局 担任这个防治组 组员的王敏南警员 他一路跟我们聊下来 各位应该会有很大的感触 人生 谁没有 谁不希望自己能够平平安安的 顺顺利利的 快快乐乐的跟家人一起相处 可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离家出走 他或者是自愿性的 或者是非自愿性的 但离了家之后 也许就失联了 那失联的时候 你的亲人 有没有去想到他们 有没有透过各种管道去找寻 当你透过这些管道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 我们今天访问了王敏南先生 他跟他的朋友们 其他的从事同类工作的朋友们 他们都很努力的 在为大家的焦虑失去亲人的 或者是为那些已经过世 但是可能没有人认领的 无名的大体 这些人在找寻他们的回家的路 非常感人 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记得 这些警察朋友的辛苦 谢谢王敏南 谢谢 谢谢哥听众 谢谢大家哥 谢谢 谢谢 今天五点到七点节目 到这里告个段落了 我是蔡日秉 祝福大家